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高士奇帮苏玛拉姑看病 只见高士奇把完墨之后 就讲了苏玛拉姑的症状 后来就问苏玛拉姑到底是不是这样 对于这些症候 以前太医也都讲过 所以苏玛拉姑也都觉得没什么 只但高士奇说到的不眠亦无所思 而静观月起星落 对于这些症状 苏玛拉姑就觉得出奇 他眉上双眼 意思就是说你说得对 这时只见高士奇得意 翘着双手度来度去 身后边的那条边就蹦跚跚跚跚 显得十分之瀟灑 而牡丹也都眨眨眨眨眼 好奇怪看着这位新贵 高士奇就继续说 大师乃是方外之人 正通来典 必知无私无欲无求 乃是佛门修行至上的陪提境界 这就是大师十年功行所致 说明白 这就是一种尽益 就好像举隐重了尽事 你说怎么能够算是病呢 树高某直言 大师你始终都没有看破三界 因此得了这个见公自宜的病症 实在令人叹息 苏玛拉姑忍不住开口问他 你说的是哪种境界 我又因为什么而质疑呢 母丹很惊异地望着他 杀时间觉得苏玛拉姑的精神好了很多 高士其实很爽朗地笑着说 我这个是根据医道佛理推算而来的 大师依佛静修 本来已经进入了患空之境 不过不认为自己体质散弱之极 连命不长 所以心火命门下衰 大师 我敢断定你 曾经在以前半夜的时候 又吐过血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症状了 是不是呢 你笑了你肯定是 我从来不会乱说的 不过说实话 是黄连这道药救了你 苏玛拉姑大气一惊 竟然勉强支撑坐在身 母丹看着她的臉 即时有血色 当堂胃都伸出来了 哇 什么好像变气法那样 那么古怪都有 高士奇很认真地说 黄连这道药 那是世上最平常 而且是最好的药 可惜大师就不懂用药之道 如果我跟萝卜青芹一起来煮 就算你餐餐吃 就算你不用油也好 都不会搞到今时今日这样 另外 平时多些吃些杂粮 半年之内 我保证你没事 苏玛拉姑笑了笑 摇了摇头 只怕未必 高士奇不回答他 轮转身 走到窗口的树 轻轻打开了窗 刹时间 整间屋光亮了 人神都不同 高士奇轮转头 他继续 大师 你看一下窗外面 秋高气爽 正是碧云天 黄花地 山淹丹风 水乘清波 这时候 如果你说 行山 爬艇 多么舒服呢 因为大师 足不出户 困坐直成 守清灯伴古墳 众经文月内典 邪魔入内 才得这样的静候 唉 这样下去 你说 多可惜呢 大师 苏马拉姑听见高士奇 这样说 当堂 整个人都傻了 过了很久 他唱唱 叹了口气 他说 好 没错 神情 非常之好 各位 这种就叫做 心理疗法 高士奇 见到这种方法 这么有效 同时也都知道 苏马拉姑 天分极高 怕言多必有失 所以就走到 桌的前面 立起之笔 然后就笑着话 哈哈 大师的病 是不需要用弱的 我守书一方 大师呢 如果肯采立的话 十年之内 黑法必然在言 你信不信呢 讲完之后 就走不疾书 无单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首诗 高士奇 高士奇写完之后 无单就看了看 然后就递给苏马拉姑 高士奇是一张紫书 是这样写的 养生涉真过大千 无师无虑 即佛仙 劝君还学 六祖法 食菜常家 二分盐 若隐 出宫走走 苏马拉姑一看 肯定笑出声 他说 你又怎么知道 佛祖是吃盐的呢 高士奇就说 上个月 和老佛爷 去大角寺的树进香 因为有点饿 所以静静地偷到一件 拜神的糕点吃 一咬下嘴 原来是咸的 说话未远 无单就已经感着肚子 笑到咸咸声 苏马拉姑也尾尾嘴在那里笑 话说无单和高士奇 两个人拖着手 告辞了苏马拉姑走了 这阵时的天已经黑了 原先打算去西苑 和康熙说声 刚刚半老遇到牧子熙 带着一干侍卫 在龙中门的树进来 穆子熙就笑着对高士奇说 帮大师看个病了是吧 一看老母的面色 似乎好像苏马拉姑 不是很紧要而已 高士奇就笑着说 对了 皇上呢 我们还要去矫子了 回头再谈吧好吗 穆子熙就告诉他们听 延迹已经散了很久了 皇上已经回了养心殿 两个人就告别穆子熙之后 就一直走去养心殿那边 进入到垂花门 只见太监李德存在门口时候 时不时用条竹枝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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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他一轮转的时候 见到高士奇和武丹 走过来 于是 就丢了手上的树枝 对高士奇和武丹说 哦 是武爷和高爷 两位大人是不是想找主子 主子现在 在这里见水师提督斯郎 不如这样 我先帮你两位老人家 进去稳步一声 刚刚在这里说 康熙在里头叫出来说 是不是高士奇啊 进来吧 高士奇一听 拔着拔武丹 两个一先一后就走进去 进去的时候 见到红翅里和明珠 坐在左手边 另外右手边 有一个官 只见这个官 生得肥腾腾 矮的得 四方口面 落腮胡骚 懵珠眼 高鼻歌 大概五十多岁 满面皱纹 双手扶着膝头歌 定定条条地坐在这里 回答康熙正问的问题 康熙看着看 正在走进来的高士奇 然后就继续对司狼说 你的水军 只是在眉山湖 东平湖的树练兵 是不行的 这件事你没想过 司狼沉默了一阵 他说 整炮的事 神一早已经支会了户部 原先说好是六月交火 一直就拖到现在 神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士气 胡上练兵 海上打仗是两回事 圣上正说的 也都很对 神也都曾经 调过一批人马 去烟台海上边试过 竟然有人临阵脱土 也有些 托人和父母老婆 写了什么遗族 康熙冷笑话 不是士气不振 只不过是官气不振 大概你又听到什么闲话 就不是说你 六部里有人办事不力 而且这些人 还左头左势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满朝文武 主战的只有李光地 姚启胜等聊聊几个 现在索额图又请病假了 以为李光地就失势了 是吧 尼斯朗的心 肯定是这么想的 而且认为朕变卦了 是不是呢 哇 是河气扮起了臉 说得鬼这么大声 只见他拿了一颗明珠和红刺你一眼 这样来连高士奇都打过冷震 司朗就喝了一口气 好屈闷地说 皇上说的都对 神自从甲新年 翟身 跌出台湾 报效朝廷之后 神的父亲 都被人杀了 神身为血 海之手 连平朝阳 瓶州 雷州等地 神因为这样 就可以帮国家立功 必然会受到朝廷的信任 直到现在 还有不少人认为 我在台湾 还有很多朋友 一去台湾之后 就肯定不会回来 神想到这里 你说 我能够不心寒吗 康熙喝了淡茶 然后笑着说 人生在世 谁不会被人说闲话 难道有人说你闲话 就死了他了 洪赤 你原本 就不同意出征台湾 当然 他不是说 好像有些人 这样 认为台湾 是可有可无的地方 使他觉得 国家连连征 中战应该有一个 休养生息的时间 再加上 利光地 绝绝逼人 持住 索额图的势力 时时 拿大帽来压人 所以他才这么硬 这时候 他见到 斯郎 这么冻情 他心一热 不知 为什么 眼泪 就浑了 骑 刚想说 明珠就 抢先一步 光商 和 斯将军 不用伤感 以后 六步的人 如果 谁不肯出力 就尽管找奴才 好在 索额图也不是什么大病 他一回来 有些人就会老实的了 康熙就板在那边说 出征台湾的事 是朕亲自定的国策 今天叫你回来 就是想让你知道 撑你腰的 不是利光地和索额图 是站在你面前的我 大臣之中 有不同看法的 朕不怪罪他 因为我知道 他们都是为了江山写职 朕可以容忍不同的意见 但是绝对不能容忍 懂说不懂做 而且还左头左勢的人 全我的御子 立刻隔了户部尚书 郑思齐的职 叫伊桑雅顶替他的位 另外 脆雅乌进声为护部尸郎 李光地 兼同协力大学士统筹斯郎在北京的所有事务 要人的给人 要钱的给钱 要均享的 供给均享 施郎一听 那块面当堂松了 而明珠和红翅李 你跪在地 高声地说 奴才领子 康熙继续说 你们起床 至于士气这件事 嗯 这样 河湖水战 和海战始终都不同 大风大浪 里头叫人出生入死 这件事 朕也都知道他的辛苦 同时 也都要有个章法 谁没有老爸老母的呢 是不是 师郎你回去之后 就草以一份有关苦恕的事 凡是以后 渡海阵亡相残的 就一律重忧苦恕 要重忧一倍 凡是阵亡的遗骸 如果能够带回来的 都带回来 实在没法子的 就将他们所有的名字都记下 然后就交给我 我就叫人帮他作一块石碑 死有名 生有利 为国尽忠 这样做 朕就不信 他们的士气 就估不起来 斯朗听到这些说 啪地整个跳起 声如红钟地说 皇上 神 请撤回 就请亭面水军的咒接 康熙失声而笑 你坐下 你坐下 听朕说 朕知道你 以前没有读什么书 后来就改革激劍 这个大仗就是港德来的 郑成功父子加害于你 并非因为你有托顶之力 实在是怕你自谋过人 就真 好像你这样的人 他不敢用 逐一看出 这个人一点气量都没有 同时他也不会成什么气候 说老实说话 我不是说怕你搞不碰台湾 不过事实上 我有我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 斯朗登大双眼 望着康熙 而红次里 明珠 高士奇 也都不由得交换了一下眼色 康熙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 过了一阵 他才说 这件事 现在说的似乎早了一点 但你听一听 多想一想 也都是有好处的 台湾地主海峡那边 和内陆遥遥相隔 我对于那边 民情不是很熟 所以管治 我就觉得有点难 郑城公布下 有些和你有恩 也有些和你有守 恩怨连结 情势就非常复杂 如果将他们杀了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 但是如果能够归航 当然就接受他的投降 朕有八个字 想送给你的 说完之后 他望了望斯朗 斯朗就立刻跪下 神功灵圣语 康熙目光闪闪 走近斯朗一步 一字一句地对着他说 你听着 我这八个字就是 只可报恩 不可报首 斯朗 斯朗 斯朗倒吸一口冷气 他窄了窄 神明白 只可报恩 不可报首 神一定会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 绝不可报恩 绝不要思报恩 好 这个才是真丈夫 舍职神 你放心去做 你也不用怕 怕小人去害你 你也不需要有后顾之忧 朕再助你一臂之力 福建总督姚启胜 是你的结拜兄弟 朕就叫他 去你军里头参赞军机 并且负责宣港朝廷的 得意之责 他所属的一万水军 全部撥了给你管 我们君臣同心 其利可以断金 而大事又何愁不成呢 斯朗望着康熙说 是 请皇上放心 说完之后 就出去了 康熙目送斯朗走了 傻傻的茄树 过了一阵 他忽然间 轻转面 笑着问高士奇说 啊 是啊 朕叫你做的那件事 现在做成什么 高士奇用条例 捏一捏的口唇 他说 现在看来 一时就没什么事 武丹在旁边笑着说 嘿 主上 高士奇他真的太过谦虚了 奴才这次 真是伏了他 他好像 呃 好像神仙那样 一尾弱都没用 说了几句说话 将躺在床的苏玛拉姑 说得整个站起身 而面色呢 就红薄薄 没单是因为兴奋过度 嘿 他都不理那么多了 口水花噴噴 猛地在康熙面前赚高士奇 康熙听了之后 很高兴 但是高士奇呢 好突压地和康熙说了一句 主上 依我看 大师 只剩下几年 命而已 众人一听 个个都傻了 没单是大声这么喊 什么 高士奇继续说 大师乃是 灯干游尽之症 简单来说 大师身上没有病 而有病的是在心的时候 所以心病还需心弱医 神尽量使他能够恢复信心 勉励他进食 这样一来 尽量延长他五年之仇 过了五年之后 神就不敢妄言了 没有单听到这些 全身僵硬 才是他没办法接受到 高士奇所说的这件事 过了很久 他才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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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就车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投赏 这样